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要特别注意了 你的贵人在哪里呢 贪狼其实朋友很多 可是2021年 你的贵人不在于你那些天天见面的酒肉朋友 而在于很久不见的老同事 或者老同学 所以这些人很久不见了 也因此他也不会主动找你 那我们要去找他 所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对 把这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人 电话拿出来打一打 对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入 通常很久不见的联络起来 不是拉保险 就是拉下线的 其实你可以想 我们讲的贵人贵人 每天见面的人通常都不会是贵人 因为你有几斤几两 他也知道了 该贵的已经都贵了 对 大部分反而都是 拉你去喝酒吃肉的小人 可是那种久已不见的 当你去跟他一联络 聊起近况的时候 会突然发觉很多机会出现在眼前 而且不是他找你 是你找他 所以尤其是命工有贪狼心的人 你去打这个电话 对你的帮助一定很大 但是也是要有需要的时候 不是这样没事哈拉 或者好像就像你讲 要拉保险要干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联系一下 久不见了 双方各有各的资源 这时候结合起来 效果就很好 郭静诚请注意了 该打电话 对了 对不对 好久没看到了 好 再来 第二个是太阳星 我刚看到我们两位来宾 都有太阳 而且很妙的是 他们都在迁移工 都不在命工 好 命工是空工 就看对工 就是迁移工的太阳 而郁静呢 他的命工也是空工 命工也是空工 然后就看对工 太阳太阴 对 所以太阳星的朋友注意了 其实你看小彬彬 我去年就在跟大家讲 2020年 因为太阳画路的关系 太阳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贵人 是 你看这个贵人 是不是就这样出现了 对 而且出现在你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地方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各位也要注意了 2021年太阳是画权的 这个我就要特别提醒你了 刚刚讲太阳画路有贵人来了 是 可是到了2021的太阳画权 你要想的是我掌权了 有没有 我现在当CEO了 CEO为执行长 可是接下去你就要考虑的是 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司做好 是 才不辜负这个贵人 是 你想万一公司做不好 是不是大家又麻烦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一定这时候不要后悔说之前 好像做那些餐厅做什么 浪费了 就因为那个失败 你现在会不会更珍惜这个机会 会 你因为学到教训 你就知道太阳最麻烦的问题是什么 开公司以为在开散堂 就是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而是好像在交朋友热情 结果你看 钱不先收 到最后人家就不给你钱了 所以你是不是要务实一点 现实一点 去做好公司 让公司赚钱 贵人就会延续 对 所以这是2021年太阳化权很重要的关键 你看它的机会就这样子来了 是 对不对 赞 好 谢谢 再来第一个是 聚门心 因为2021年的聚门是化露的 就像2020年太阳化露一样 聚门化露代表什么 我们都知道聚门代表口 嘴巴 聚门化露就是靠嘴巴生财 是 因此说服力变得很重要 你看 说服力就是 我今天要把这个东西 想卖出去 我要让人家听进 你不管是一个idea 或是卖东西 或者是各种的 所以我们常说聚门化露 就好像是外交家在合众连横 所以有聚门的朋友 2021年一定要多出来 就是展现你的说服力 对你的帮助性贵人就会出现 所以这三个 2021年一定要多注意 谢谢老师